取今小分队一路斩妖除魔 虽然艰辛又危险 倒也不是每次都得自己扛 不少妖怪哪都是有后台的 各有各的来路 妖怪一看 自家老大来了 瞬间乖巧走人 可弥勒佛下凡收服自家童子 自己不仅干看着 还非要孙悟空动手 这又是为什么呢 今天咱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弥勒佛自己不动手 自然有他的道理 一来自己心有忌惮 二来也想惩罚一下自己的童子 顺便给宋空消消气 弥勒佛那可不是什么普通角色 在西方极乐世界当中 弥勒与如来和然等 可是鼎鼎大名的三大佛 能坐到佛祖这个位置 必定是历经了不少艰辛 历了无数节才有的这般修为 自然也是法力高山 不管是天庭体系还是佛教体系 总有看不住自己手下 跑到凡间来当妖怪的 这些个神仙的实力远不如弥勒 他们都能轻而易举的召回妖怪 弥勒佛又怎么可能做不到 取经小分队是在小西天遇到的黄梅大王 手里有几个了不起的法宝 让宋空吃了不少苦头 拿不下这黄梅大王 宋空也曾经经过二十八新秀 龟蛇二将等各种各样的神将 愣是没人能收服 就在宋空一筹莫展的时候 只听得这天空一声巨响 弥勒是闪亮登场 点出这黄梅大王就是自己坐下的黄梅童子 他并没有自己收服 而是让宋空装着战败 把黄梅怪骗到一处瓜田中 到时候弥勒佛会变一地的神瓜 让宋空变成唯一的熟瓜 黄梅怪没得选一定会把宋空吃下 到了肚子里黄梅怪就任其百步了 弥勒佛法力无边 为何不自己出手收服孽徒 弥勒佛给宋空出的主意可行 但仔细想想 好像没什么必要啊 或者说呢 完全有更好的方案 钻入肚子这种事 宋空呢虽然常做 但毕竟不光彩 便是武力地板的唐僧 都看不上宋空钻人肚子的行为 堂堂一个弥勒佛 收一个自解的童儿 还有这般蜿蜒曲折 好像啊 有些说不过去 其实没那么复杂 弥勒佛想要的 不过是万无一事而已 当初黄没怪逃下界的时候 那可是偷了弥勒佛三件法宝 在这当中呢 就有人种袋 别小看着一个袋子啊 那可是比太上老君 金刚圈更厉害的存在 金刚圈不过是能收各种兵器 人种袋可是连人带兵器 一起收进去 一收一个不知识 这本就是弥勒佛的法宝 在收人的时候 也没有人身的限制 虽然自家法器都会留有后门 避免出现 着着自家法器到这种情况 但事实无绝对 弥勒佛也怕会出什么意外 更何况弥勒佛 趁手的三件法器都被偷走了 所以当时到的时候 手里就没有法器 与其跟妖怪面对面硬刚 承担未知的风险 不如做好周密的计划 一举拿下 这钻肚子的法子 虽然看着有些上不得台面 但是风险低 成功率高啊 到时候 宋空在人肚子里闹腾 弥勒佛趁机收回自己的法器 两个人理应外合 这黄梅怪根本没有决定反杀的可能 只能束手就擒 要不然硬刚的时候 万一出了点什么岔子 虽说厉害的是自己的法器 但传出去可就不是这么回事 佛祖的脸面可丢不起 弥勒佛推孙悟空出面 背后究竟还有这怎样的用意 除了文拓以外 弥勒佛让孙悟空出手 也是有自己的考量 相信看过西游记的 您都发现 这书中所有的人 对冒名顶替这件事 容忍度都很低 宋空受不了六二弥猴 观音菩萨接受不了 红害尔的假冒 如今这黄梅怪假冒弥勒佛 弥勒佛当然也忍不了 但他毕竟是个佛族 总不能激情上面 因为自己的情绪去责罚 咽不下这口气 自己又不能动手 那最好的法子 就是让宋空出面 也算是让黄梅怪认清楚 自己到底是个什么身份 让宋空出手的另一层用意 是为了让宋空 能出一口心中的恶气 宋空这一路走来 虽然不是百战百胜 倒也没吃过什么大亏 哪怕是遇到难搞的刺头 背后的主子来了 也就乖乖的跟着走了 可这黄梅怪不一样 不仅让宋空吃了败仗 连搬来的救兵 也没派上用途 真是又丢脸又生气 宋空从来不是平和的个性 受了气 那总是要发出来的 弥勒佛给宋空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明面上看 也算是宋空赢了人家 之前憋在心里的窝囊气 也就不再介怀了 要不然以咱老孙的性子 在这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以后肯定会想方设法的找他麻烦 不如卖了这个面子 反正这个徒儿也是要收拾的 不过是顺水人情而已 将一来一举三德 自己没出什么力法妾收回了 头下借的童子也收回了 不得不说啊 佛祖到底是佛祖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留言区讨论 期待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